莫貝爾獎的文學獎頒獎 然後得獎人是一個法國人 那他就說我們亞洲最喜歡的村上春樹呢 連續共沽了16年 就是臨選委員會不知道為什麼死都不選他 所以他標題就寫 連續共沽16年再度落選 我媽一看 哎呦兒子你看啊宋楚瑜又出來了